这个男主是真牛逼 转身后他才知道自己的等级被永远限制到了一级 可却没想到掉宝率竟是矮色 别人打倒的魔物只能掉几根豆芽 可他一打却直接能掉落一块 要知道在这个异世界 所有的食物只能通过打倒魔物才能获取 这也意味着他在这里成了一个妥妥的挂逼 就在不久前男主因为加班猝死 于是眼睛一闭一针后便驾河吸血了 可再来到异世界的瞬间 不料却吓了一个女孩一大挑 他没想到自己只是击杀了一只史莱姆 却掉落出了像是人类一样的极品肉款 要知道地下一层的史莱姆只会掉落豆芽才对 而此言直接就将男主给整不会了 他压根就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鸟语 好在此时女孩刚好看到了一只史莱姆 于是下一秒他就用行动开始了证明 而结果也不出所料 史莱姆掉落的果然是几根豆芽 不过言语间女孩却有些失落 因为以他的等级也只能获得这种廉价食材 要是哪天他有能力去地下二层闯荡就好了 原来在旁边就有查看个人属性的道具 只见在女孩触碰按钮的一瞬 眼前的面板就浮现出了他的能力值 等级是3 将来极限可以达到40级 并且除了生命和力量以外其他都平平无奇 而第二页还有女孩的吊宝率 他除了在植物方面的概率略胜一筹以外 其他的都是最低等的F 而女孩也表示这项数值越高 物品的掉落量也会随之增加 因此他才会一直待在这里抱豆芽 说完他想让男主也试试 可这一世不要紧 然而男主却傻眼了 只见他的等级不仅是1 而且还永远也无法成长 更是所有的属性也是最低等的F 同时女孩还有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没想到男主的吊宝率竟还要更加心酸 直接映入眼帘 他的吊宝率竟全是F 可这就奇怪了 毕竟按他的认知S可是比A还要强的 于是想到这里 男主打算扎一只史莱姆试试看 明白需要武器后女孩便将自己的D给了他 可现实却很残忍 因为以他的力量压根就颠不动 不过还好女孩带有一根竹竿 而巧的是男主才当拿到手 直接面前便有一只史莱姆出现了 虽说没有击伤魔物的经验 但毕竟这是最低等的魔物 很快男主就抓到了史莱姆的破绽 女孩正要为其庆祝 可下一秒他却不能淡定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男主竟直接掉落了一块 要知道他在这里已经快待了两年半 可却一次都没有见过这种现象 但这却更加证实了男主的猜测 显然论等级果然是S比A要高 可刚想到这里他的肚子就饿了 好在女孩没有多想 而是下一秒就为男主准备了饭菜 而做的菜就是刚爆出的豆芽 可这一尝不要紧 男主却顿时就咧了出来 味道倒是其次 其实他已经很久没和别人一起共同吃过饭 原来前世的他从醒来就开始上班 然后就无心加班到深夜 期间也只能吃到冰冷的便当 于是某天他待在公司小睡时 下个瞬间就转生到了异世界 虽说女孩听不懂这些陌生的词语 但他却明白男主有一段不好的过去 可在他看来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 就比如刚才爆出的一捆豆芽就是利的 就这样在安抚了一阵后 男主也不再难过了 他决定差不多该去找住的地方 得知出去地下城就会看到城镇后 男主正打算离开 可却没想到女孩竟想在这里睡觉 原来由于掉落之很低的关系 所以赚不了钱的他每日只能在这里度夜 而有天能够租房子住就是他的梦想 说完分别前他也让男主将竹竿带走 而此言也让男主深深记住了女孩 得知对方叫泰美后 于是很快他便来到了城镇 经过一天的了解 他得知这里的旅馆一碗最便宜要两千 像拉面的食物则是五百 而他爆出的一捆豆芽却只能卖两百 很难想象泰美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于是接下来他便再次来到了地下城 没日没夜的疯狂猎杀史莱姆 在S级掉落率的加持下 两天半后他终于攒够了租一个月房子的钱 但却不是为了自己住 而是作为报答把这里送给了泰美 而这让泰美也感动了稀里哗啦 看到男主脸上的黑眼圈 以及手上磨出的水泡 于是略一思索后他决定白点 作为交换他想给男主继续煮汤 但并不是一次而是永远 简而言之就是让男主也住在这里 而这种好事又哪有拒绝的道理 接下来的日子很单调 男主没事就会去地下城嘎史莱姆 然后再将爆的豆芽卖给商店 毕竟他现在要开始赚钱养家了 但总是卖豆芽也不是办法 其实他有想过去地下二层发展 听说那里的萝卜要比豆芽贵个好几倍 可等级只有一的他想了也是白想 也是这时前台告诉了他一个奇怪的消息 原来最近附近又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地下城 只是不知为何却不掉落食材 正当男主想问清楚的时候 然而身后的人却不耐烦了 男主也明白是自己在这里废话太久了 可就在他打算开溜时 前台却反而叫住了他 表示街角新开了一家啤酒店 他想约男主一起出去喝 原来由于这段时间卖的豆芽太多 这让前台不知不觉就看上了男主 但男主却毫不犹豫就拒绝了 而他之所以一点也不动心 则是因为家里还有一位美娇妻在等着他 不过他也没想到的是 回到家后他才发现家里竟变得如此干净 原来太美还是一位贤妻良母 在夸奖了几句后 男主也问起了特殊地下城的消息 然而此时太美却知道得很清楚 因为不久以前他还去过 那里的怪物确实连一根毛也不会掉 听到这男主也更好奇了 毕竟按照设定这很不合理 于是第二天后 男主便独自来到了这个特殊地下城 而结果也和了解到的差不多 放眼望去这里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显然是因为不掉落物品而荒废了 可刚想到这里 一个骷髅却对男主发起了偷袭 原来在这里地下一层的魔物是骷髅 男主没有坐以待地 可当他发起进攻时却傻眼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竹竿竟被卡到了捕缝里 就在男主以为要被干掉时 却没想到旁边的石柱断了 并好巧不巧地砸到了骷髅 男主没有错过这个机会 但一级的实力却不是盖的 足足在倒了两分半以后 这只骷髅才艰难地被他消灭了 可看到掉落的道具男主却愣住了 就在他以为这是某个种的石 却没想到在拿起的一瞬就消失了 与此同时他的生命最大值也上升了1 这不仅让男主震惊了 得之后太美也傻眼了 因为男主的等级明明没有成长 可生命的数值却已经达到了C 这在这个世上是从未有过的例子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 男主便拼命地开始打倒骷髅 在生命不断增加的同时 他也让太美试着打倒骷髅怪 看对方会不会掉落种子 然而事实证明却不仅不会掉落 更是当男主将种子递给他使 太美居然连摸也摸不到 于是在各种尝试下他得到了结论 显然这个地下城是专门为S级的人量身定做的 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变强后 男主很快就将生命的数值提升到了S 接着他也来到了地下二层打怪 不过来的却是正常的地下城 他尝试不做防御硬抗 却不料金发现完全不会痛 显然这就是S级生命的效果 接着他只需要傻瓜式攻击 然后轻松就将史莱姆给干掉了 而掉落的物品则是萝卜 男主怎么也没想到会这么打 就在他打算再干掉一只时 却没想到史莱姆被人提前击杀了 他没想到说菜鸡都是夸男主 一级和两岁半的小屁孩又有什么区别 在潇洒地离开后 可也是这时又发生了意外 男主忽然发现有人站在了他的身后 而这一看不要紧 没想到对方的打扮却很另类 但与其说这是兔女王 倒不如说这双耳朵是真的 就在男主摸不着头脑时 然而女孩却是莫名其妙又走开了 接着又在二层待了一天后 回去后他就将好消息告诉了太美 他没想到只是一天的功夫 将萝卜卖给商店就赚到了八千 这也意味着两人今后可以衣食无忧了 而同时他也留了一些萝卜没有卖 只为了此时和太美一起品尝 可就在这时 男主却忽然听到了敲门声 打开一看却正是今天碰到的兔女郎 这个男主也太牛逼了 虽然他的等级只有一级 但却有着满级的掉落 因此他打怪获得的萝卜也比别人的大 于是男主就被一个喜欢吃大萝卜的兔女郎给盯上了 然而他却最讨厌等级低的人 每次见到男主就要先给他来上一个脑瓜崩 看到男主不疼不痒的样子 兔子也很奇怪 于是便把自己的同伴拉过来 然后用一模一样的招式给同伴养了一下 看到这夸张的出血量 男主也惊呆了 而这也就是兔子奇怪的事情 不明白男主为什么等级这么低 却能扛住他这一激 虽然男主知道这是因为自己有着满级生命值的原因 但他也不想告诉兔子 于是便赶忙岔开话题 而兔子也直接从怀里掏出一根大萝卜说出的来语 原来男主在地下城打萝卜时 经常会因为爆码而拿不下 而他自从偶然捡到了一根男主的大萝卜之后 他就深深地爱上了男主的大萝卜 看到男主家里居然有这么多大萝卜 兔子瞬间就赖着不想走 而黄毛也大方邀请兔子进来一起吃 对此兔子当然不会拒绝 随后黄毛发挥自己的厨艺 做了一盘炒萝卜和萝卜豆芽汤 虽然看起来很普通 但对爱吃萝卜的兔子来说简直好吃到飞起 直接就把黄毛当成了神秘 吃饱喝足之后 兔子也和两人告辞了 当然他下次还会再来的 对此男主也是相当无语 但黄毛却很开心 因为在遇到男主之前 他一直都是一个人吃饭 所以现在能和男主还有客人一起吃饭 他也是打心里感到高兴 而此话也引起了男主的共济 毕竟他前世也都是一个人吃饭的 就在男主沉思时 黄毛叫住了男主 第二天 男主独自一人来到了僵尸地下城的第二层 虽然这里不会掉落任何东西 但对有着满级掉落的男主来说却不同 很快男主就遇到了一只僵尸 男主二话不说 直接一枪挡进了僵尸的肚子 然而他的武器却直接断掉 而丧尸也趁此机会给了男主一拳 不过好在男主有着极高的生命值 这下对他来说根本就不疼不哑 于是男主便和僵尸展开了肉搏 牛逼和上次一样 这次僵尸也同样抱了一颗种子 但和上一层能提升生命值的种子不同 这层掉落的是增加力量的种子 男主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突然注意到了一旁的兔子 而刚刚的那一幕也全被他给看到了 于是便质问男主那种子是干嘛的 男主也不敢把他能提升属性的事情告诉他 就在男主思考着如何解释时 男主也真是服了 原来他只是想吃自己的大萝卜 在答应兔子之后 兔子便离开了这里 接着男主又在这里刷了一挥怪之后 成功把力量从FG提升到了D级 同时男主按照约定给兔子打了一些萝卜 其他冒险者看到男主居然敢和传说中的杀人兔 也是一脸震惊 没想到男主的萝卜质量居然能得到杀人兔的肯定 就在男主疑惑时 粉毛突然找了过来 还以为男主适合这位认识 但男主却摇了摇头 因为他只是为了几次萝卜而已 听到这话其他人更加震惊了 粉毛更是想用双倍价格来收购男主的萝卜 原来兔子是这村子里很有名的冒险者 因为他不仅能手批巨石 还是赫赫有名的萝卜鉴赏大师 所以只要得到他认可的萝卜 以后就一定会涨价 说完便直接掏出一万五的钞票递给男主 男主当然不会拒绝 毕竟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男主本想感谢一下兔子 但兔子却表示 牛逼看到男主居然能徒手接住兔子的攻击 其他人更加震惊了 接着男主在答应兔子明天给他吃自己的大萝卜之后 兔子变气呼呼的离开了 第二天 男主在和黄毛打完萝卜之后 却突然看到了似曾相识的一幕 两名年轻冒险者辛辛苦苦地将一只史莱姆给打了个半死之后 一个老冒险者突然跑过来收走了史莱姆的人头 接着老头也不管两个已经累得气喘吁吁的手下 就要去找下一只怪物 然而他的手下已经两天半都没休息过 眼看手下不想干活 老头又开始了CPU 表示这都是为了他们好 为了能让他们变得更强 所以才对他们这么严厉 手下听到此话 也只好拖着疲惫的身去重新站起来 男主也是无语 因为他也曾经被自己的黑心老板这么CPU过 表面上说着是为了自己好 CPU 这时黄毛叫住了男主 然后掏出了他为男主准备的便当 然而就在两人准备享用时 兔子也找了过来 而黄毛也早就猜到他会过来 所以也提前为他准备了一份萝卜布丁 兔子哪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直接给他吃哭了 就在他准备尝尝其他食物时 刚刚的三人组也走了过来 看到男主居然在地下城里好吃懒做 老头也不禁嘟囔了两句 甚至还用他们做粒子教育起了手下 表示这些堕落的家伙 肯定只能打到一些最糟的食物 听到这话兔子就不服了 直接拿出一根萝卜一分为二 塞进了两名手下的嘴里 两人在浅尝一口之后 也被这萝卜的口感给震惊了 牛逼 这也太他们抽象了 接着男主在卖今天的战利品时 才得知这个世界还有着魔法推车的存在 有了他的话以后也就能搬运更多的萝卜 于是男主也打算搞一辆 随后他和黄毛一起来 到了一家名叫老汉推车的商店 然而接待他们的却是个小孩 原来他只是店主的女儿 在他的呼喊之下 一个胡子花白的老头走了出来 咱就说他这么大的年龄 是怎么有这么小的女儿呢 在得知男主想买推车之后 老头给男主推荐了一款 他刚研发出来的新产品 而他也比其他推车多了一个魔物侦测的系统 但价格却高达一千万 听到价格两人的心瞬间就凉了 而且就连最普通的也都要三百万 就凭两人目前的经济状况 根本就买不起 于是两人也只好先回去存些钱再做打算 然而就在两人回去的路上 地面却突然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随后男主就看到一只巨大的猩猩 正在破坏着城镇 其他冒险者也都纷纷开始了逃命 原来主动攻击城镇的魔物 是不会掉落物品的 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拼命的理由 就在这时 导演安排粉猫来了个平地摔 倒在了怪物的面前 这下男主也不得不上去装憋 就在男主和怪物僵持时 兔子带着同伴赶了过来 在他们拖住大猩猩之后 男主赶忙把粉猫送到了安全地带 眼看再这么下去城镇迟早要完 男主也决定赶回去帮忙 在拜托其他人帮忙拖住大猩猩之后 男主直接一跃而起 使用投掷呼吸和大猩猩来了个硬碰一 牛逼在解决大猩猩之后 所有人都跟个二愣子一样 为男主欢呼了起来 然而就在男主享受着 当英雄的感觉时 突然听到了一声物品掉落的声音 现在的声音 怎么回事 Emily 你还说什么都没有掉落 对吗 对吗 牛逼所以到底报了个啥